前克林顿顾问预测 就拜登目前的状况 民主党人很可能将他赶出去 今天最高法院驳回了川普总统 对2020年选举结果提出的最后一项挑战 目前高院还没有做出任何的解释 美国媒体说 民主党可以随意对选举进行修改 而没有后果 这对美国来说真是暗无天日 新的报告显示 纽约和加州的市民出现大规模撤离潮 成群结队赶往红州 中共外长王毅警告拜登政府 收回之前川普支持台湾的做法 不要越界和玩火 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和妻子 双双传出染疫的消息 香港目前一周内出现三起 接种中国科兴疫苗后死亡的个案 这都引发了外界的关注 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关注希望看新闻 我是小兰 今天是3月8日 据ONA的报道 3月7日 前克林顿政府顾问莫里斯 在采访中预测 民主党将对拜登援引第25条修正案 这个修正案规定 如果总统无法履行职责 那么副总统将会接管总统的职务 而此前有30名民主党人写信给拜登 要求拜登移交核武器的独断控制权 莫里斯说 这样一来 如果拜登不与他的内阁 或者是国会领导人协商 就无法发动军事打击 自从近日中东打击报复发生爆炸以来 在76年内 没有任何总统被要求这样做 我认为这两者都表明 民主党人在脑海中 越来越有这样的打算 援引第25条修正案 下令驱逐拜登 他们对拜登以及拜登的决策 缺乏信心 广关专家近日撰文说 大苹果纽约已经烂到了极点 人们正在抛弃它 这是可以查证的 纽约市已经被州长库默 和市长白思豪这样无能的人 统治所残害 但这种现象并不局限在纽约市 而其他主要城市 比如旧金山也出现了大规模撤离潮 根据加州政策实验室 发布的一份新的报告 疫情期间 旧金山出现了居民外流现象 2020年 净撤离人数增加了649% 从5200人增加到了38800人 萨克拉门托密封报 在去年的10月份 曾经报道了一位博主的话说 他和家人因为在加州 感到不舒服不安全 甚至感到他们的政治偏好被指责 就在去年他们离开了萨克拉门托 搬到了爱达河州 从加州城市中搬离的人们 他们都去了哪呢 有些人离开了城市 搬到了加州的乡下 还有许多人 他们搬到了红色的牧场州 比如爱达河州 亚利桑那州 德州 还有佛州 网关专家报道说 不少人都涌向了佛州 一个当地的房产经纪人 他的房产在上市的几个小时后 就卖掉了 而且还是净加战 另外从搬家公司优豪的网站上 也能看到大量搬住加州 和纽约州的现象 同样是把一居室的房子 搬到两居室的公寓里 从加州搬到佛州 需要4295美元 而从佛州搬到加州 只需要1595美元 因为离开旧金山 搬到佛州的人太多了 所以优豪就订了优惠价格 奖励人们搬到加州 报告中还指出 人口外流的原因 是因为受疫情影响 加州政府采取了经济封锁的措施 以及当地疫情 又比较其他州更为严重 这都促使了加州人离开 还包括无限期的 远程办公和线上学习 另外还有一些人 因为加州实施严厉的封锁措施 而导致失业 不得不向外迁移 减少生活开销 另外加州的一些极左政策 也是导致民众撤离的原因 这种人口大规模迁徙的后果 将是显著的 首先是会造成 纽约和加州的税收损失 为佛州还有德州增加税收 其次 纽约和加州失去国会席位 佛州和德州将获得更多的国会席位 专家也警告说 人口外流带来的影响还是非常严重 可能波及到区域劳动力市场 以及租金和房产价值 另外在上周也有报道说 加州将会斥资2800万美元 协助拜登安置非法移民入境 加州的这2800万美元 要帮助的是从美墨边境 省医西德罗入境口岸进入美国的非法移民 为他们提供住宿 一直等到他们出席庭审 海外学者何清廉发了推文建议说 加州将花费2800万美元 协助拜登将非法移民带入美国 此前这批非法移民 要求在墨西哥边境 等待庇护申请的裁定 已经为此付出了2800万美元 现在股市在下跌 中小企业破产继续 通货膨胀已经体现在了食品上 他建议中国人想移民 找准地方再说 今天早上 最高法院驳回了川普总统 对2020年选举结果提出的最后一项挑战 目前高院没有做出任何的解释 这个诉讼是对威斯康新州 选举结果提出的质疑 川普对威斯康新州选举委员会提起了诉讼 川普称这个委员会 在建立不符合州法律邮寄投票规则时 违反了美国宪法 就在同一天 高等法院还驳回了律师林伍德 在去年的12月份 要求最高法院阻止2021年1月5日 举行的乔治亚州参议员决选的紧急请愿书 目前高院也没有对为何拒绝请愿书做出解释 保守派媒体网关专家 也在第一时间对此做了报道 报道说 最高法院驳回了今年第一个选举案件 而且都没有发表任何的评论 这是一个悲剧 现在的情况就是 民主党人被允许在他们认为有必要的情况下 对选举法进行任何修改 而不会有任何后果 这对美国来说真是暗无天日 3月2日 民主党人把他们名为为人民服务法案的HR1法案 推到了众议院会议大厅进行讨论和投票 他们几乎没有采纳共和党人对这个法案进行的修正 仅仅经过了一次敷衍了事的委员会听证会就通过了 这份将近800页的大规模提案将使2020年总统大选期间的 许多最具争议的选民登记和投票程序变为联邦法律 法案条款包括允许全国性大规模邮寄投票 永久允许提前投票 对网上登记进行最低限度验证 将选票的收集合法化 以及中罪犯服刑期满后的投票权等等 而就在昨天 拜登又接连发布行政令 增加联邦罪犯的投票机会 旅美学者何清廉在昨天撰文指出 公民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 多党共存与通过公平选举实现的政党轮替 是民主政治的两个基本特点 民主党已经通过2020年大选 破坏了公民一人一票的制度 如果用HR1法案将2020年大选模式固定化 那么死亡的不是共和党 而是美国的民主制度 3月7日 中共外长王毅出席了 中共全国人大会议新闻发布会时 警告拜登政府 收回之前川普总统支持台湾的做法 北京方面宣称 台湾是中国的领土 将台湾问题视为中国核心利益的组成部分 王毅说 一中原则是美中关系的政治基础 是不可逾越的红线 在川普任期内 美台关系迅速地改善 去年美国国会两院通过了台北法 由川普总统签署正式成为法律 在去年的8月份 美国卫生部部长阿扎尔访问了台湾 在之后 美国国务次卿克拉奇率团访问了台北 而克拉奇也是美台断交41年以来 访台层级最高的现任美国国务院官员 拜登上台以后 北京已经多次喊话拜登政府 要求白宫取消川普时期的亲台政策 要拜登充分认识台湾问题的高度敏感性 彻底改变上届政府的越界和玩火的做法 虽然王毅在周日的新闻发布会上 并没有说明 如果拜登政府不改变川普的对台政策 北京将会是如何应对 但是王毅仍然威胁说 如果台湾宣布法理台独 北京将会用武力统一台湾 拜登在竞选时曾经承诺 对中共保持强硬立场 必须为人权发声 而拜登上台以来 在美中关系上 他希望与北京建立更文明的关系 有美国专家警告说 拜登重新考虑美国对华政策的做法 可能会事与愿违 只要拜登举旗不定 中共便有机可乘 而美国智库皮尤研究中心 在3月4日发布的一份最新民调也显示 近九成的美国人 他们视中共为竞争对手或者是敌人 而并非是合作伙伴 据英国金融时报在昨天的报道 拜登可能会在本周举行虚拟会议 准备与日本、印度、澳大利亚领导人 举行美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四方峰会 早前川普总统恢复了四方会谈 让四个国家正在加强合作来对抗中共在印太地区的影响力 另外美印太司令部在本周向国会申请 未来六年增加270亿元支出来对抗中共 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戴维森的报告战略 也概括了美军将会从中东反恐 转向于俄罗斯和中共的大国竞争 并对中共在地区的军事威胁发出了警示 新的报告再次提出了在关岛美军基地建立16亿美元的防空系统 还建议建立33亿美元的地基远端导弹系统 组成沿第一岛链的精准打击网络 而第一岛链就包括日本、台湾、菲律宾和印尼附近的群岛 印太司令部司令戴维森商教说 他对中共可能在未来六年达到的军事优势 强迫改变地区现状非常担忧 美国应该鼓励台湾在自我防卫能力上做出更多的投资 美国政府将持续对台军售也至关重要 最后为您带来一组跟疫情相关的简讯 根据美国财政部在今天的数据 在2020年有将近800万纳税人 没有收到已经通过的新冠疫情刺激法案的援助支票 据报道 美国国税局无法向没有提交2018年 或者是2019年纳税申报的个人发送付款 然而那些错过援助支票的人 仍然可以在2020年的纳税申报中 把没有收到的第一次和第二次的经济刺激支票 作为申请可退税的抵免额度 专家表示 如果错过援助支票的纳税人 同时有需要缴纳的税款 也会在申请的抵免额度中扣除 同时 学生和低收入家庭收入低于1200美元 最低报税标准的个人 没有资格获得2020年通过的救济支票 3月8日 叙利亚总理阿萨德和妻子双双传出染疫的消息 根据声明 阿萨德和妻子COVID-19检测成为阳性 并且表现出轻微的症状 声明中还说到 阿萨德夫妇目前身体良好 正在家中隔离 继续工作 另外 3月8日 香港再增一例 因为接种中国科兴疫苗后而死亡的个案 目前一周内 已经出现了三起 接种中国科兴疫苗后死亡个案了 专家小组开会讨论后表示 前两宗死亡个案都与接种疫苗无关 至于第三起个案会转交死因裁判官 高福表示 疫苗接种计划会继续推进 但是科兴疫苗出现恐慌性取消预约的退真潮 苹果日报报道说 有疫苗注射中心的接种名额 甚至是无人问津 中国疫苗的有效性还有安全性 也是再次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 据密鲁媒体披露 中共国药新冠疫苗在密鲁的三期临床试验结果 有效率仅为33% 而国药北京疫苗有效率仅为11.5% 这不但远远低于此前中共官方所公布的将近80%的有效率 同时也远远低于世界卫生组织要求过半有效率的最低门槛 国药集团在3月6日发表声明 指密鲁媒体的消息失实 并称将保留追究责任的权利 密鲁卫生部也开始为国药集团辩护 重复中共官方此前公布在阿联酋试验 获得79.34%有效率的结果 但是却没有公布中国疫苗在密鲁的试验资料 有央视记者透露 因为北京正在第三世界国家全力推进疫苗外交 任何和疫苗有关的负面消息都十分敏感 国内媒体早被警告 不得报道任何国产疫苗的负面消息 好感谢您关注今天的希望看新闻 我是小兰 节目是由唐瑞制作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别忘记给我们点赞留言支持我们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